大家好,我是小林 进入正片之前,小林先回答一下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 小林有看到很多的留言问小林拍摄的绿道在哪里 小林这里再统一回答一下吧 这个绿道是成都的天赋绿道 这个绿道是挨着成都绕城高树的 围绕着成都转一圈 全长是100多公里 绿道上是只能够骑自行车和走路的 沿路会有工作人员检查和巡逻的 小林上次去骑了一圈 算算休息时间大概骑了有10个小时吧 小林骑的有些慢了 喜欢运动的小伙伴可以去挑战一下呦 记得多带些水和做好防晒措施呦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吧 小林以前有讲到过台湾的健保体系 相当于很多国家而言都是非常的利明和完善的 普通老百姓一般看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挂号费就可以了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大家看病都不怎么花钱 那医生和医院的收入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小林就好好给大家聊一聊台湾医生的薪资结构 首先说到医生这个行业 如果说是在大陆的话 可能很多人听了直摇头 因为在大陆流传着一句不成文的顺口流 可能很多台湾朋友是没有听说过的 大概的内容就是 劝人学医天打雷批 劝人学法千刀万剐 虽然这只是一个梗哈 从中其实也不能看出医生和律师在大陆的社会地位是没有太高的 但是像台湾或者说是很多西方国家 律师和医生的地位就高很多了 也非常受人尊敬 但是光受人尊敬是远远不够的呀 台湾的医生主要是靠什么作为收入来源呢 首先在台湾医院分为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 先出公立医院吧 首先一般的医生在医院都是有固定薪水的 一般是十万台币左右 折合人民币大概在两万两千元左右 如果是刚出来毕业的应届生的话 工资差不多是七万台币左右 不知道台湾朋友觉得这个工资待遇怎么样呢 反正小林作为大陆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薪资待遇 真的算是很高了 但是这还没完哦 在台湾当医生的话 当得越久是越时香的 所以基本上很多台湾人选择了这个行业 基本上就不会更换了 一般毕业生进入医院之后 其实前几年都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 差不多要待个四到五年左右 就能达到一个组织医生的级别了 当然如果天赋稍微差一点的医生 可能就需要学习更长的时间了 一般做到组织医师 差不多也是四十多岁左右了 当上组织医师以后 就有资格在医院做手术了 然后每做一台手术都是有额外的提成的 像一般的手术 医生可以额外拿到一万到三万元台币左右的收入 当然了 这个钱是需要医院向健保局申请的 一般医院可以申请到八万到十万左右 除去付给医生的收入 剩下的就是医院的收入了 可能有些小伙伴觉得这个工资待遇太好了 其实这还没完呢 在台湾的医生还有第三个收入 就是药品收入 像台湾买药基本上都是免费拿嘛 药品的进货价和药品的健保价是存在差额的 比如一个药他去拿一块钱一颗 然后他可以向健保局申请五块钱一颗 这其中就有四块钱的利润哦 所以很多台湾人一般还是喜欢去医院看病 可能有些挂号费贵一点 需要两三百台币 但是像其他的就不用花钱呀 比如买药啊拍片子呀 CT呀这些都是免费的 说完公立医院咱们再聊一聊台湾的私人诊所吧 在台湾医生也是需要看人气的 比如在台湾挂号的话 医生都会问你是看哪个医生啊 一般名气越大的医生 看诊量也是越多的 这也是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台湾的私人诊所也是非常多的 很多稍微厉害点的医生 就会选择自己来开诊所 那么私人诊所的医生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首先私人诊所的医生收入来源 就和医院没有关系了 比如他看一个病人 收了150元的挂号费 除此之外 医生还可以向健保局 申请400到500元不等的补贴 也就是说看一个病人 至少可以在挂号费上 就有5到600的收入了 但是健保局也是有规定的 比如你每天只能看80个病人 超过数量的病人 就会给他打折 可能是6折或者是8折之类的 其次就是药品了 和医院同理 一般拿药的价格和健保的价格 是有差额的 这个差额的利润医生是可以赚取的 这里小林强调一下哈 虽然这个药价是存在差额和利润的 但就小林了解 绝大多数的台湾医生 还是主要靠挂号费赚钱的 并不是说药价上赚不了钱哈 比如一颗药拿价是1块 健保价是5块 这其中的利润就有4块 长期来看 这个利润还是很口观的 但是小林发现 在台湾不论是普通老百姓 还是台湾的医生 他们绝大多数人在健保的问题上都是很自觉的 比如台湾很多诊所 它都是只开药方不拿药的 你可以拿着药方去任何药店拿药 而且即便很多可以拿药的诊所 它一次也不会给你开太多的药 这个小林也是以前在台湾无意间了解到的 并且一些不必要的检查也是不建议给你做的 这些台湾的朋友应该很了解吧 然后就是台湾的普通病人看病一般也是很自觉的 因为台湾看病拿药是免费的嘛 按道理大家有事没事都可以去医院检查检查 药也是免费的随便拿才是药 但是恰恰相反 小林以前在台湾陪一位台湾朋友看病的时候 小林听到的很多来复诊的病人都会给医生说 我上次什么什么药还没用完了 这次可以先不开这个药 如果病人没有说 医生也会问哪些药还没有吃完呀 这次就少开点或者不开 小林那个时候刚来台湾 其实是不怎么了解台湾的健保体系的 我还以为是因为买药太贵了 大家都想着节约钱了 小林后来了解了台湾健保之后 真的打心底的佩服台湾人的自觉 虽然也是节约 但是把公共的财富当成自己的财富一样去节约对待 在小林看来这是非常可贵的 这里小林给你们点一个赞哟 可能有朋友会问了 台湾健保福利这么好 健保的压力不大吗 其实就小林了解哈 台湾的健保压力还是蛮大的 政府只能从其他的财政支柱上面 去尽量的节约下来 用于补贴台湾的健保 就比如说你去台湾 你会发现很多的政府办公建筑 都是相对比较破旧的 比如派出所呀 法院啊 等等公家机关都是比较破旧的 政府可以花钱重新盖吗 当然可以了 但是他们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为老百姓办事的地方 只要可以用就行了呀 相比之下台湾的健保 百姓的基本医疗保障是更为重要的 与其花高价钱返修这些还能够使用的建筑 不如把钱补贴到健保上 再加上很多台湾人都是很自觉的 不到迫不得已都不会去动用健保资源 像上次小林在台湾听一个台湾朋友讲 他的同事难为言犯了 汗水都摊出来了 依旧坚持不叫救护车 自己去医院 要知道在台湾叫救护车可是免费的哦 小林作为一个大陆人都觉得太感动了 台湾的健保有政府的节约和补贴 有老百姓和医生的节俭和自觉 即便台湾健保的担子很重 我相信只要台湾的民众万种一心 健保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小林给你们加油哦 好了我是小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点击订阅哦 咱们下期见拜拜